全能神话语朗诵专辑 人活在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 每一个人都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而且义不容辞地延续着撒旦带给人的传统文化 人也配合着撒旦带给人的社会潮流 人尽管这样与撒旦密不可分 无时无刻不再配合着撒旦所做的一切 接受着撒旦带给人的邪恶、诡诈、恶毒、狂妄 人具备了撒旦的这些性情之后 人活在这个败坏的人类中 是幸福的还是悲哀的? 悲哀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人都被这些败坏的东西捆绑控制 就活在罪恶里面苦苦地挣扎 有的人戴个眼镜 看着很有知识的样子 说话也很斯文 而且出口成章 有理有据 因着经历了好多事 有经验 有阅历 大事小情 他都能说出来龙去脉 还能评价事情有无道理 与事情的真伪 在人来看 从他的行为外表 还有他的人格、人性、做人等各方面 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这样的人特别迎合现在社会的潮流 虽然年龄大了 但是从来不会落在潮流之后 而是活到老、学到老 这样一个外表让人挑不出毛病的人 内心实质 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 被撒旦彻底败坏了的人 外表挑不出毛病 温柔、文雅、具备知识 具备一定的道德规范 有人格 而且所知道的不亚于年轻人 但是这个人的本性实质 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 与撒旦毫无差距的 活生生的撒旦的模型 这就是撒旦败坏人的成果 我说这一番话也可能伤到你们 但是这是事实 人学的知识 人掌握的科学 人为了适应这个社会潮流 所选择的方式 都是撒旦败坏人的工具 这是一点都不差的 所以 人活在了这样一个完完整整的 撒旦败坏性情里 人不可能知道 什么是神的圣洁 什么是神的实质 因为撒旦败坏人的这些东西 从外表来看 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从外表来看 人的行为没有什么不正常 每一个人都是正常的工作着 正常的生活着 能正常的读书看报 正常的学习说话 有些人还学了一些道德伦理 会说话 会善解人意 对人友善 能帮助人 能施舍 或者不与人计较 不占人便宜 但是人被撒旦败坏的性情 根深蒂固地扎根在人里面 这个实质是人凭借外表的努力 所不能改变的 因着人有这样的实质 人不能认识 什么是神的圣洁 而且即便是神圣洁的实质 公开给人 人也不以为然 因为撒旦已经用各种方式 将人的心思与意念 将人的观点与思想 彻彻底底地占有了 这个占有与败坏 不是暂时的 也不是偶尔的 而是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所以好多人信神 信了三四年 五六年 但他对撒旦所灌输的 这些邪恶的思想 观点 逻辑 哲学 仍然是当作宝贝 不能放下 就因为人接受的 都是来自撒旦本性的 邪恶的 狂妄的 恶毒的东西 所以 人与人之间 不可避免地 常常争执 常常计较 互相都不能相合 这就是因着 撒旦的狂妄本性 造成的 如果撒旦带给人的是 正面的东西 比如说 人接受了 儒教 道教的传统文化 这些东西 如果好的话 人接受了 这些东西之后 同类的人在一起 应该是相合的 那为什么人 接受了同样的东西 在一起 却更加分裂了呢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 是从撒旦来的 撒旦就是让人分裂的 撒旦的东西 无论表面多么冠冕堂皇 表面多么伟大 带给人的 让人活出来的 都是狂妄 都是诡诈的 邪恶本性 是不是这样 一个再会伪装的人 知识再丰富的人 一个再有家庭教养的人 他也难以掩饰 自己的撒旦败坏性情 就是说 一个外表 不管多会装的人 或者你认为 他是圣人也好 或者你认为 他是完美的人也好 或者你认为 他是天使也好 不管你认为 他多么纯洁 你看他背后的生活 你看他性情流露的 实质都是什么 一点不差的 全是撒旦的邪恶本性 可不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 在你们身边 你曾经认为的 一个好人 一个你所崇拜的偶像 就你现在的身量 你怎么看他 首先 你看这样的人 有没有人性 是不是诚实人 是不是对人有真爱的人 他所说的话 他所做的事 对人有没有造就 有没有帮助 没有 那他所流露出来的一些 所谓的善 所谓的爱 所谓的好 都是什么 都是伪装 都是假象 这个假象背后 有一个不可告人的 邪恶的目的 就是让人崇拜他 把他当成偶像 现在你们 看没看清楚 撒旦 败坏人的这些方式 带给人的 都是什么 有没有正面的东西 首先 人会不会分辨善恶 你看这个世界 无论什么名人 伪人 无论什么杂志 刊物 他们的善恶是非标准 准不准确 他们评价一个事件 评价一个人物 是不是公正的 有没有真理 这个世界 这个人类 对正面事物 与反面事物 是不是按着 真理的标准 来衡量的 不是 为什么人 没有这样的能力呢 人学了那么多知识 懂得这么多科学 人的能力 人的能耐 不是大了吗 怎么正面事物 反面事物 都分辨不出来呢 这是 因为什么 人不具备真理 科学知识 都不是真理 撒旦 撒旦带给人的 全是邪恶 败坏 没有真理 没有生命 没有道路 撒旦带给人 这些邪恶 这些败坏 你能说 撒旦有爱吗 能说 这个人类 有爱吗 那有的人说了 你说的不对 世界上好多人 在救济穷人 或者是 无家可归的人 那些人 不都是善人吗 还有那些慈善机构 人家也在行善呀 那不都是善行吗 这话怎么样 撒旦用各种方式 败坏人 用各种学说 败坏人 他败坏人 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吗 不模糊 他也做一些实事 他也在这个世界上 在社会上 提倡一种观点 提倡一种学说 在每一个朝代 每一个时期 都提倡一种学说 都灌输给人 一些思想 这些思想 这些学说 在人心里 逐渐地扎根 然后 人就凭着这些学说 凭着这些思想 活着 人一凭着这些活着 不知不觉 人是不是 就成了撒旦了 人是不是 就与撒旦 合而为一了 人与撒旦 合而为一了 最终 人对神的态度 是什么 是不是 就与撒旦 对神的态度 一样了 这事 不敢承认了 是吧 挺可怕呀 为什么说 撒旦的本性 是邪恶的 是因着他的做事 他所流露出来的东西 来对他定性 来对他解剖 而不是凭空说 撒旦是邪恶的 我如果光说 撒旦是邪恶的 你们心里会怎么想 你们心里会想 不用你说撒旦 也是邪恶的 那我问你 撒旦哪些地方邪恶呀 你会说 撒旦抵挡神 就是邪恶呗 你还是说不清楚 现在这么具体一说 你们对撒旦 邪恶实质的具体内容 是不是有了解了 对撒旦的邪恶本性 若能看清楚 就能看见自己的情形了 这事有没有关系 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呢 你们说说 我交通神的圣洁 这方面的实质 有没有必要 交通撒旦的邪恶实质呢 有必要 为什么 撒旦的邪恶 衬托神的圣洁 是这样的吗 这话也对一半 就是说 没有撒旦的邪恶 人还不知道 神是圣洁的呢 这么说是对的 但是你如果说 神的圣洁 是撒旦的邪恶 衬托出来的 这话对不对 你这么辩证地说 这话就不对了 神的圣洁 是神原有的实质 即便是神 做了事流露出来 这也是神实质的 自然流露 是神原有的实质 是一直存在的 是神原有的 与生俱来的 只不过人看不到 因为人活在撒旦的 败坏性情里 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 人不知道 什么是圣洁的 更不知道 神的圣洁 有哪些具体内容 那先交通 撒旦邪恶的实质 有没有必要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 这样的疑问 你交通的是 神自己的内容 怎么总说撒旦 是如何败坏人的 总说撒旦的 邪恶本性呢 现在这个疑问 解决了吧 人对撒旦的邪恶 有分辨了 有了准确的定义之后 把邪恶的具体的内容 具体的表现 根源 实质 都看清楚了 然后再说 神的圣洁 人才能清楚地意识到 或者清楚地认识到 这才是神的圣洁 这才是圣洁 我如果不说撒旦的邪恶 有些人还误认为 在社会上 或者在这个人类中 人所做的有些事 或者在这个世界中 存在的有些事 也可以跟圣洁挂上钩 这个观点 是不是错误的 我现在这么一交通 关于撒旦的实质 就你们这几年的经历 通过看神的话 通过经历神的做工 你们对神的圣洁 有了哪些认识呢 你们说说 不用你捡好听的说 就你自己经历到的 神的圣洁 是不是只是神的爱呀 是不是仅仅是神的爱 才能说是圣洁的呢 这个太片面了吧 除了爱 神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实质呢 你们看没看到 看到了 神燕增这些节假日 风俗 迷信 这也是神的圣洁 因为神圣洁 所以神燕增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神的圣洁 到底是什么 神的圣洁 就没有实际内容 光是燕增 你们心里 是不是这么想的 因为神燕增 这些邪恶的东西 所以才能说 神是圣洁的 这是不是推理呀 这是不是一种推断 判断呢 我们认识神的实质 最忌讳的是什么 离开实际讲道理 最忌讳的是这个 还有呢 推理想象 这也是一个最忌讳的 为什么不用推理想象呢 你推理出来的 你想象出来的 是不是你真实看到的 是神的真实的实质吗 不是 那还忌讳什么 忌不忌讳用好听的言语 来罗列 来形容神的实质 这是不是浮夸 是不是瞎说呀 判断推理是瞎说 敬见好听的词 也是瞎说 凭空的赞美 是不是也是瞎说呀 那神听完人这样的瞎说 神有没有享受啊 听着难受啊 神带领一般人 拯救一般人 这般人听完他的说话 总听不懂什么意思 人问 神好不好 好 有多好 可好可好了 神爱不爱人 爱 有多爱 形容形容 很爱很爱 比海参 比天高 这是不是瞎说呀 这个瞎说 跟刚才你们说的 因为神恨恶撒旦的败坏性情 所以神是圣洁的 是不是类似呀 那你们刚才是不是瞎说 瞎说的东西多数都来自哪儿啊 瞎说的东西多数来自于人的不负责任 与对神的不敬畏 能不能这么说 你都没认识到 你就在那儿瞎说 这不是不负责任吗 这不是不尊重神吗 你学点知识 懂点推理 懂得点逻辑 你就都给用上了 而且用在认识神上 你说神听了 是不是难受啊 你们认识神 怎么用这种方式认识呢 听着是不是别扭啊 所以说 提到认识神的事 一定要小心谨慎 自己认识到哪儿就说哪儿 说实话 说实际的 不要来客套的 不要阿谀奉承 神不需要 这些东西都来自撒旦 撒旦性情狂妄 他喜欢让人戴高帽 让人说好听的 把人类所学的这些好听的话 罗列到一起 都给他戴上 他才美呢 他才高兴呢 而神不需要 神不需要人吹捧奉承 也不需要人 闭着眼睛瞎说 瞎赞美 不切合实际的赞美与奉承 神厌憎 根本就不听 所以说 有些人口不对心地 瞎赞美 瞎许愿 瞎祷告 神根本就不听 你得对你的话负责任 你没认识到 你就说没认识到 你认识到了 就往实际上说 那神的圣洁有哪些具体实际内容 你们有没有真实的认识呢 在我流露悖逆的时候 有过犯产生的时候 神的审判刑罚领导 我看到了神的圣洁 还有领导一些环境不合己意 在这方面去祷告 去寻求神的心意 看到神的话 开启引导的时候 看到神的圣洁 这是在经历中体会到的 从神讲到的这些 就看到人被撒旦 败坏苦害成这个模样 但是神还不惜一切代价 来拯救我们 从这里能够看到神的圣洁 这么说挺实际 这是真实认识 还有没有不同的认识 我从撒旦说话 引诱夏娃犯罪 还有试探主耶稣的事上 看到了撒旦的邪恶 从神告诉亚当夏娃 什么不可以吃 什么可以吃 看见神的说话 都是很直接 很干净的 值得人信赖 从这里也看到神的圣洁 你们听完以上 这几个人说的 比较阿门谁的话 谁交通得更接近 咱们今天交通的话题 更实际一些 最后这个姊妹交通得怎么样 好 你们阿门她的话 她的哪句话 打中要害了 刚才从姊妹说的话中 我听到的是 神说话很直接直白 不像撒旦说话那样 拐弯抹角 从这当中 看到神的圣洁 这是一方面 这话说的对不对呀 挺好 看来这两次交通 你们还是有一些收获的 但是还需要继续努力 因为人认识神的实质 这个功课是很深的 不是一朝一夕 一句话两句话 能说清楚的 在人身上撒旦败坏性情的 方方面面 知识 哲学 人的思想观点 还有人自身的一些 方方面面的东西 对人认识神的实质 拦阻太大 所以当你们听到 这些话题的时候 也可能有一些 你们够不上 有一些听不懂 有一些根本跟实际 就对不上号 不管怎么样 今天听到你们的一些认识 我知道在你们心里 已经开始认同我所说的 对于神的圣洁的一些话语与交通 我知道你们在心里 已经开始蒙发 对神的圣洁实质认识的 一个愿望了 更让我高兴的是 有些人已经能够用最简单的话 来形容他对神的圣洁的认识 虽然这句话很简单 虽然这句话我也说过 但是在多数人心里 还是没有一个认可 也没有一个印象 不过还是有人在心里 已经把这句话记住了 这挺好 不错 这个开端是挺好的 我也希望你们 对你们认为深的 或者够不上的这些话题 再多多揣摩 多多交通 够不上的地方 以后有人会给你们 更多的指点 仅把你们现在能够得上的 这一部分多交通 在交通的同时 圣灵会做工 会让你们明白更多 了解神的实质 认识神的实质 这对每一个人的生命进入 至关重要 希望你们不要忽略 也不要把它当成儿戏 因为认识神 是人信神的根本 是人追求真理 达到蒙拯救的关键所在 如果人信神不认识神 只活在一些字句道理里 即便是按照 所谓真理表面的意思 去做去活着 也永远不可能蒙拯救 就是说 你如果信神不认识神 那你的信等于灵 一点实际没有 明白了吧 那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